6月19号在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的昆仑山区发生了雪崩 有游客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震撼的画面 视频当中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顶部积雪突然倾泻而下 形成宽达上百米的雪铺 雪崩发生在奥伊塔克冰川公园区域 该地处于无人区 公园工作人员判断雪崩是由于近期当地气温不断的升高 导致积雪融化形成